年金不领一次金 就变成每个月每个月领 年金就是每个月每个月领 活多久领多久 那我们原来劳保是一次 你老年几副是一次 他说你骗我们不去领这个一次金 而去每个月每个月领 但是你们会破产 你们的基金会破产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就一无所有 你们这是不是一个骗局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的紧张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呀基金会不会破产 所以我非常的担心基金会不会破产 那那个时候刚好我有幸 就参加了一个国际研讨论 因为台湾订定年金 是落后于全世界 全世界已经190个国家以上 都是年金 因为唯有年金才能够确保劳动者的 老年经济安全 年金就是我有一个所得替代率 让你的生活品质 跟你原来在职的时候不会差太远 而你可以活多久就给你钱 给你领多久 你就不必靠子女 你就靠你在工作的时候去买这个保险 然后这个保险等到你养老 你已经离开职场 这个保险付你这个养老金 给你老年子付 让你活多久里多久 所以你年轻去买保险 老了就可以去领这个保险金 所以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就问这个国外的专家 我说请问你们的国家 因为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半年金 是百年历史啊 不是不是很短啊 尤其是德国已经一百三十年了 这么长的半年金哦 我说你怎么不倒啊 我们都很担心会破产 你们怎么那么久都不破产 尤其德国各位知道 东西德合并的时候 西德还无条件接纳东德的人 而且也把年金给他哦 他们没有缴费哦 他们照样可以领年金哦 哇这等于照顾东德的人了 这个对西德来讲 他的年金的整个财务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 那我们就觉得 那你怎么还不破产呢 你们这么越久就是 财务应该问题越大 因为我们所谓的潜藏债务 你拖越久 你潜藏债务就越大嘛 而且他人又这么多 又把东德纳进来 那这个是对他来讲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说你们怎么不破产啊 他说这怎么会破产 我说我们都很担心会破产啊 他说你要去想重新思考 这个就跟你国家的税收 是一样的道理 国家每一年我们的国民都在缴税 你有工作收入 国家就跟你收税 然后收税国家就会来养这么就有这么多建设 等于大家就可以国家就别类预算就国家所有的支出 他说这是国家在办保险 所有的劳动者你在领薪水的时候 国家就已经给你薪水扣下来等于缴税 然后国家就会来照顾你各种的保险的风险发生的时候 然后国家来支付 所以这个是一个活水 这个国家会不会倒啊 国家没倒你就不会倒 各位有听懂吗 其实高龄化少子化 并不是只有保险的基金 你害怕 其实你要害怕这个国家怎么面对高龄化少子化 同样的问题啊 高龄化少子化对国家的财政才是更大的考验 还有还有健康的部分 国民年金 不是那个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的问题才更大 各位不要看这个 这个才是真正的黑洞 全民健保老了以后花费一定比较多 因为老人病 然后现在所有的疾病又年轻化 所谓的慢性病 连洗肾的人都有三四十岁 二三十岁就开始洗肾的人 还有高血压 二三十岁就搞高血压 吃一辈子 中风 哇好年轻就中风 现在连阿兹海默帕金森 四五十岁就得到 哇这个整个的那个很多 我们以前所谓的慢性病都跑到年轻化了 第二个癌症的发生病 越来越高 现在整个的污染控制不了 年轻人也得癌症 连小孩子都得癌症 那老年人得癌症的几率更高 所以你看 这个部分才是更大的黑洞 美国都不敢办全民健保 欧巴马想办全民健保 这么大的国家 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不敢办 为什么 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未来最大的黑洞 竟然在这里 各位 所以如果全民健保 我们中华民国这么勇敢 办全民健保 我们是不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很有钱的国家 才有能力哦 如果钱不够 像艾滋病 各位看看 艾滋病 我看到民国九四年 我们国家成立了一个艾滋病防治的一个小组 一个委员会 就要防治艾滋病 结果防治了十年 一百零四年 我看到的资料是 艾滋病的病人增加了十倍 还越防治越多 不知道是怎么防治 你看 还要搞同婚 还要让世界各国的艾滋病人都来台湾治疗 这简直是国家太有钱了 现在还八千八百亿 我告诉你各位八千八百亿还是前面 后面等到一开工还要再继续加至少一倍了 你看那个高铁原来预算多少 最后盖完多少 给你讲一倍还是客气了 搞不好还要三五倍了 这国家太有钱了 结果他现在竟然要说 所有劳动者的老年年金这一块 他要来看看看看 穷人 你国家如果没有钱 怎么可以向穷人要钱呢 你国家如果没有钱 你是不是应该去找有钱人M型社会 我们这一些领星阶级的人全部叫穷人 你找穷人开刀 全世界没听过 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没有财富 这个世界的财富 不公平 各位 劳工接下来就是要被砍 我亲自问了林万亿先生 他是主导这一次整个所谓的年金改革的人 我说劳工的部分会砍吗 他说一定要 一定要劳工保险的法案还在立法院 没有车案 从3月31号就送到立法院 他的法案是什么 就是要让劳工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平均投保薪资 本来是5年的平均 他的草案是15年的平均 15年拉长 各位平均投保薪资会低非常多 现在平均投保薪资大概是3万5 3万6 如果拉到15年的平均很可能3万块左右 你单单平均投保薪资就要让劳工差多少 很可怜的 各位算一下 然后我们是乘以年资乘以所得替代率 这是我们的年金算法 平均投保薪资越高 这是最重要 因为惩罚了 第二个就是年资越长 所得替代率是固定的1.5% 一年的所得替代率1.5% 所以各位看到他要砍的是劳工保险 我觉得非常的不舍 因为劳工朋友真的拿的已经够少了 现在平均劳工朋友拿到的年金是1万6千块 如果拉长到15年 他要领的恐怕只有1万1千块 怎么活啊 比低收入还少 比低收入还少 真的很可怜 各位谈到军公教这一块 他一直把雇主给军公教的退休金拿来讲保险 这根本两码事 一个是雇主给军公教的退休金 我们目前在讲的退休金是雇主 是国家给他的员工退休金 但是保险是 大家跟国家买保险 两个完全不同吧 请问军公教的保险是什么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保险 所以我在职的时候 我们是付了我们自己公保的钱 我公保要付两千多块钱 健保的钱 然后还要加上自提退休金 自提退休金多少钱 四千多块钱 很高耶 劳工的退休金 有没有需要自提 没有 没有强制你要自提 目前雇主是按照劳工薪资的6% 把退休金每个月就提存到劳工的账户区 好确保劳工至少有退休金 但是当然我们要看到弱势劳动者 6%真的太少了 如果他一个月只有两万块的人 请问6%是多少 一千二 一千二一年多少 一万多而已 十年多少 十几万而已 三十年多少 五十万而已 哇塞 五十万怎么活 要活几年 你要他活三十年四十年 这不可能的是吗 所以这个退休金的制度 对弱势者是极为不公平的 对强势者是很公平的 因为我们退休金6%的劳工退休金条例所规定的6% 他的提拨的提拨的上限 所谓的薪资的上限是15万 所以高所得的人可以按15万的薪资 雇主给他提6% 所以一个月是9千块 而且高所得的人他因为有余钱 他还可以自提6% 因为他自提的部分是免税的 所以这个退休金条例对有钱人来讲 是非常好的一个储蓄的工具 但是对穷人来讲 是非常悲惨的退休金制度 因为你没有工作 你也没人帮你提 他是雇主帮你提退休金 那如果我们是自营作业的呢 也没有人帮你提 现在很多劳工都自营作业的 你没老板 因为没有人帮你提 所以这一块你还是空白 所以劳工朋友的问题很严重 老年经济生活到底要靠什么 这个雇主靠不住 但6%又根本对弱势者提的太少 其实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 是成功的用这种存款的制度 来保障劳工的 就雇主给劳工的退休金 用这种存款制度 新加坡跟香港是成功的 但是他们的6% 他们不是6%了 当然因为他们提很多了 因为他们没有保险 他们没有我们的劳保 他们是直接用6%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十几%了 他们提的很高 是提十几% 提到个人账户去 那他这个钱呢 因为在他们的国家 劳工是可以拿出来运用的 可以买房子 可以做很多的投资 劳工是自己运用的 但是我们国家劳工是不能用的 其实今天劳工退休金这个部分 劳工已经提拨了非常多的钱 因为强势劳工提的很高 所以这笔钱现在是非常的大 我们目前劳工退休金 新制加救治 新制就是推休金条例 就是6%的个人账户 救治就是劳基法的 因为国营事业跟政府机关的 这个劳工 他们都喜欢救治 因为救治给的比较多 新制给的比较少 因为救治是45个基数 可是新制只有6% 所以一年连一个基数都不到 就是百分之百的都没有 一年不到一个 所以比过去劳基法的资钱费还少 资钱费还是医药 还是一个 所以新制的这个是很少 所以国营事业和政府机关 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救治 那救治的这个年资 加上救治的退休金 加新制的退休金 总共提拨的金额 目前在我们所谓的劳动基金 这个部分已经有两兆九千亿 快三兆 加上我们劳工保险 劳工保险现在有七千多亿 全部加起来超过三兆六千亿 然后再加上军公教有多少呢 军公教因为我刚刚说 我们也有自己提拨和政府提拨 我们也有一个所谓我们的退休基金 这个退休基金是五千七百亿 所以合计是四兆多的钱 所以我们整个的退休基金超过四兆 请问中华民国的哪一家银行 哪几家银行可以存得下那么多钱 他们不要我们的钱 因为他只要收了你的钱 他要给你利息 他没有办法 他放不出去 他要资金要去运用 要能带得出去 所以我们的钱资金就是没有人喜欢投资 没有人做 所以基金很 我们的银行是很麻烦的 他收了你的钱 他是要付利息他不愿意的 他没办法做的 所以我们很大的基金的数目都在海外 做什么呢 请国外的基金经理人 代为运用 经营运用 我们叫做代为操作 那我就非常的担心了 因为怎么监管 有些在纽约 有些在伦敦 有些在新加坡 有些在香港 而且都是不是小钱 我们总共在海外的钱 绝对是上兆 甚至将近两兆 一兆多的 很大的金额 总共加起来 是在这些国外的基金经理人 受伤 在代为操作 怎么监管 海外怎么监管 这真的是非常的北极所思 还有你为什么找这家基金经理人 为什么不找另外一家 几十万家基金经理人 你怎么选的 光纽约华尔街就不知道多少了 你怎么处理的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觉得 很多问号的地方 你怎么去监管这些 而且我上次更有意思 我碰到一个 我们台湾的投股公司的一个副总 我就直接请教他 如果我们给你几千万 我们动不动一定是几千万 因为我们钱太多了 我给你一千万代为操作的话 你们要不要给回扣 他说一定要的 一定 行规是一定要给回扣的 没有可能不给回扣 那海外要不要 一样要 那为什么我们基金没有收入到回扣 你基金收入里面怎么没有回扣 而且我们基金的操作绩效 年营业的绩效 像我们军工教的 五千七百亿 我们在一百零五年的 经营绩效是 百分之二 我一个朋友在美国 华尔街 他是做这一行的 他说 哈 我们给你的回扣都不止这个钱 笑死人 他说 国外这样的大型基金 退休基金 他说 不可能有低于七%的 做到七% 那个基金经理人都要被fire 掉 是叫做不利 经营不利 七%还经营不利 我们两%还敢公告 哇塞 还说 还说 什么基金会破产 我们五千七百亿 我们每一年的收入也是差不多七百亿 然后因为有收入 我们公务员也用在缴 然后国家也要相对提拨 我们一年缴七百亿 我们的支出也是七百亿 收支大致平衡 也许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误差 一点点 那也没有差到多少 几百万而已 但是 我们的基金的营收加回来 只有两% 加回来 我们的基金还在成长 104年 我们的公务人员的退辅基金 我们的劳退休基金 公务员的 五千六百亿 到105年 增加一百多亿 每一年都还在成长 我们的基金的金额还在成长 根本就没有破产的问题 五千七百亿 只要付七百亿破什么产 而且你还收入了七百亿 你大致上是收支平衡 你连那个五千七百亿 都没有动到 还在成长 我们104年跟105年 都还在成长 那我们的劳动基金更不要讲了 我们劳保基金也一直在成长 我在做处长的时候只有五千亿 现在七千多亿了 而且还每年在下劳工 我告诉你很多劳工 听到基金要破产 你吓得不得了 一把一次金都领走了 如果他领的是年金 我们的基金盈余还会更高 现在很多的劳工朋友 都认为基金会破产 所以能领一次金就要领走了 觉得说安心安心 免得到时候破产 我一毛都领不到 各位领走一次金的 几乎都是弱劳劳工 一次金能领多少 你知道吗 平均只有一百万 三十年的年资 只领了一百万的退休金 请问他能够养老吗 这个国家欺负弱势者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一直恐吓大家会破产 会破产 根本不会破产 如果会破产 德国早就破产 给你看 欧洲国家的财务 有比中华民国好吗 欧洲国家都很惨 可是人家的年金都还活着 人家是上百年的历史的年金 欧洲是福利国 几乎每个国家找的都是福利国家 他们就是用年金来照顾老百姓 所以各位根本没有破产这件事 完全是一个幌子 就是要拿来做对立 拿来做好像族群的那种仇恨 他以为军公教都是外省人 其实不是的 太多的没有分嘛 像什么外省人本省人 我还不是嫁给台湾人 我们家三个姐妹全部嫁给台湾人 拿了什么好外省人本省人的问题 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观念 结果他在那边搞族群对立 他在那边搞阶级斗争 结果军公教跟劳工根本就差不多 怎么可以再来分阶级呢 有差的很多吗 五千五万六千块是军公教的平均的 这个新凤 那劳工的新凤是五万一千多块 差五千块有差很多吗 而且一大堆政务官呢 你们政务官全部减半 我们立刻跟老公一样 政务官得那么多钱 你们都是十几万的薪水 十六万十七万 你政务官动不动都是十几万 大部分我们的公务员考取高考 政务官有没有减啊 没有 他没减 没减 可恶吗 18%都还存在 政务官怎么可以领18% 太离谱了 因为他不会开啊 我们是84年以后的年资是没有18%的 所以18%是逐渐在自动凋零 越来越少人有18%这个问题 因为84年以后是没有 但是从陈水扁执政以后 他竟然定一个 让他们这些政务官领18% 军公交都没有18%了 你政务官领18% 还在 不可能吧 就是在啊 太离谱了 所以你看看 结果18%谁的存款最多 蔡英文 他四百多万去存18% 我们军公交能存多少 大部分都是几十万啊 一百多差不多 最多一百万啊 各位我也只存了一百万 为什么 因为他把18% 跟你的月退缝 就是国家给我们 加在一起来算所得替代率 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所得替代率只有75%啊 所以我能够存的钱很少 我也只能存到一百万 我18%一拿掉的话 我马上变 真的所得替代率变成五成了 百分之五十 这个都是 根本就是一个欺骗人的皇子 最没有资格拿的就是 政务官 对啊 因为你是 你不是高考的耶 你也不是奉献给国家 那么多年耶 我们是要做了三十几年 我退休是 公年资超过三十年 你政务官做两年 你就给我拿18% 那他设计的时候 现在政务官没有拿掉 怎么能够 因为你不知道 他就是没有拿掉 所以你说 他们多么的没有公理 穷人 所有的军公教都数 你要问他 就是他怎么回答 而且当年 他怎么回答 他不用回答 他理都不理你 刚刚才 他反正他就在国会里多数 所以他是暴力的方式 根本就不去 不去回答你任何的问题 只是一再的丑化军公教 那个人数 变成有理 你看不到 他也不公布 但是你真的要想 当年像我爸爸退休的时候 很少 那个退休金一点点 然后他们这个 因为18%是公保的一次金 那公保的一次金本来也不多 也是一点点 但是国家需要这笔钱 因为台湾在民国五十几年 六十年 其实台湾的经济都没有起飞 一直到十大建设以后 台湾的经济才起飞 所以整个台湾需要很大的资金 来投入这个建设 但是国家不愿意去借外债 因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就是不借外债 那你不借外债 请问钱从哪里来 他所以叫军公教说 我给你这个很好的优席 然后你就传给国家 你知道我妈妈说 当年如果这个钱 拿来买房地产 你知道我们那个附近 像我们的钢山 很多人都拜托你买 民国四五十年 他说没有钱嘛 很多台湾人也很穷啊 很便宜就要你请你买 他们还把小孩 硬要送到我们家 说来帮忙你做一点 这个家里给你帮忙 然后去给他一点 给他一个吃饭 给他一点薪水什么 希望我们军公教帮忙他们度过难关 以前真的是很辛苦 各位如果当年不要放到什么18% 不要给你国家运用的话 我们买房地产我们今天也有钱了 结果我们军公教都没有钱 因为我们住眷社 眷村 结果我们是无产阶级 还打我们说我们是肥猫 真的是可怜的 如果那个钱不要存的话 我们今天买一点房地产 他不要你拿走 他不要你拿走 因为他希望国家要钱嘛 国家尤其十大建设更要钱 所以国家一直是穷的 十大建设成功以后 台湾经济才起飞 所以有历史背景 而84年以后已经没有18% 还在那边骗大家说 哎呀什么18%肥猫 现在哪几个公务员有什么18% 根本就没有了 现在在职的公务员也没有 但是今天他的年改受伤 最严重的人是谁 在职者 为什么 因为他要多缴 因为费率一直提高 现在的费率是12% 他要提到18% 所以每一年每一年越缴越多 你要缴更多钱 可是你要领的钱越来越少 老保也要越缴越多 也是 老保也是要到18% 公务员的也是18% 缴多零少 还骗你 他说将来会破产 会破产 请问现在年轻人 你愿意缴吗 因为你缴了将来 你一毛都领不到 谁要缴啊 但是国家说不行 你给我缴 因为你一领钱就被扣 非缴不可 强迫你缴 这个是不是抢钱啊 抢人的钱啊 这是笑话一个 所以如果他所谓的年金改革 是会破产的 不管是十年破产 二十年破产 三十年破产 都不允许 因为如果你三十年破产 你对不起 现在你还是领不到 你对不起 现在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因为将来所有的人 都得六十五岁退休 因为他退休年龄 都延到六十五岁 你没有到六十五岁 你是退不了的 所以三四十岁的人 你愿意缴钱吗 这样的年金 谁愿意缴 这是政府太欺负人了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军公教的悲哀 是整个劳动阶级 劳工朋友 跟军公教是一样的悲惨 这个尤其是年轻人 更没有未来 更惨的 这什么国家 所以我们真的很心痛的说 今天真正的问题 并不在军公教领得多不多的问题 今天真正的问题 我认为是基金 基金太多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基金 这么多钱在海外 请你政府公布出来 哪些基金在什么哪一国 哪些基金经理人在操作 你把它公开 多少钱是由国际 哪几个基金经理人 让我们来公平 这些基金经理人 到底是不是国际 得以信赖的 第二个 如何监管外国的基金经理人 他是外国人哦 他有他国家的制度 有他国家的法令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他们的回扣到底去了哪里 甚至他们到底经营的绩效如何 如何让我们能够幸福 这些监管都是很大的问题 这第一个就钱太多 因为有四兆多的钱 比国家的总预算超过两倍以上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预算是一兆九千亿 但是去年的结算是一兆七千多亿 所以还有结余一千多亿 前年也是每一年都有结余 我们的预算跟我们的结算 最后还结余一千多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钱 已经是国家总预算的两倍以上 这是最大的问题 太多钱而这么大的数字 他还说破产 根本就是一个有钱人就好 一个很有钱的大夫 然后告诉你说 我的潜藏债务很多 那人家说 你不是很有钱吗 那么潜藏债务 他说不是啊 因为我生了三个小孩 我一个小孩要花两千万的 因为将来都要念哈佛 现在要念双方学校 都要出国留学 你知道留学有多贵吗 那我每一个小孩都要两千万 我现在三个小孩就已经六千万 我有四个父母 你要晓得我老婆也有两个 我也有两个 我们四个父母 他们要活到一百岁 大家都还要活四十年 一年要多少钱 你想要让他们活四十年 将来还有要请看护要干什么 每一个老人家是不是也要两千万 要让他活四十年 我四个老人家就八千万 八千万加上我的小孩六千万 所以我有多少 一亿四千万 我现在只有五千万 我现在有五千万的资产 可是我的负债一亿四千万 你骗笑 你五千万还在跟我说你破产 这是不一样的道理 你现在有五千多亿 不是五千万 五千七百多亿 那你明明就没有破产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骗大家说破产 你说会破产 那你把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精算报告拿出来看 如果从当时的精算报告 我也做精算报告 我做处长我也做精算 你当年的精算报告 现在就应该在minus 也就是收支不平衡 我们已经基金一直在向下降 可是我们的基因不是啊 明明就是每年在向上升 而且还经营绩效那么差 各位经营绩效如果多一趴要破多少钱 你是四兆多的钱 你经营绩效如果真的像国外说 它可以达到七趴以上 新加坡说至少八趴以上 还说你们不会操作 拿到我们新加坡来帮你操作 真的新加坡来拜访那个林全 跟林全讲 你们基金操作怎么差 他们十几趴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多一趴多两趴 我们要多多少钱进来 怎么会赔钱 胡说八道 因为这个是一个活水嘛 一直有人在做劳动者 一直有人在进来 然后有人退休 你看到你就懂 所以各位 完全是一个斗争的工具 怎么可能会亏钱 各位 如果会亏钱 也是政府应该给我们自杀谢罪 制度你定的 钱你收的 基金是你收而且你去运作 我们完全泡不到 结果你今天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我们劳动者 你这什么话 太欺人太甚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良心的 让大家知道千万不要领一次金 因为你领一次金 只有一百万 各位亲爱的劳工朋友 包含公务员 你领一次金也不过就是几百万 你绝对没有办法靠这个一次金 养老 真的不可能 因为你那个就算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五百万好不好 我告诉你 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他等于多少钱 你一毛都不要动 你存在银行里面 你都不见得有办法 以后老年生活 更何况 你真的不可能不动 因为你已经没有收入 你也不可能靠支 你怎么活 将来都是一个悲惨的老年 所以千万不要被骗了 一定要领年金 这个国家不会倒 中华民国的总资产 各位可以去看 一百零五年 他有公告出来 我们的总资产是九兆多 但是还不算九兆多实在说不多 我们如果按照现在砍还要再增加 我们很快我们的基金就会超过十兆 我不会骗你的 现在四兆多 我们几年就要超过十兆了 这个很快的速度 这是很荒谬 中华民国现在总资产是九兆多 但是不包括外汇存底 我们的外汇存底 四千多亿美金 还有我们当初蒋中正 从大陆带来的黄金存底 全部都没有算 所以这些都没有算 还有我们国营事业很多的钱都没有算进去 各位中华民国没有一毛钱外债 没有一毛钱外债 这在全世界非常少见 请问如果资产这么漂亮的国家 模范生 你说他会倒 那大家都倒完了 欧洲国家先全倒再讲 等别人全倒我们再来说 明明就不是这个事实 中华民国不会早 我们的债务人是谁 中华民国是国家 我们军公教的老板是国家嘛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们军公教领这个钱 那你要问 为什么国家设计劳工的退休制度 让你领这么少 因为劳工的6%这是错误制度 这个6%应该做成附加年金 劳保的附加年金 做成所谓欧洲国家 还有很多美国也一样 他把他用保险的方式来处理 保险的方式用6%的费率 他单单只有退休金这一块 用保险的退休金 这个6%的费率可以帮劳工创造所得替代率 我跟各位报告至少至少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目前劳工的所得替代率我讲劳保 1.55 一年1.55 如果30年是多少百分之多少 1.55乘30 46.5 46.5 再加上我们我刚刚说劳退的 如果这个6%改成保险的方式给年金的话 那各位 劳工的所得替代率绝对超过90% 比公务员还好 相信我 我那个时候做处长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当时政府没有这个规划 不愿意 他们都非常的害怕保险 但是其实唯有年金才能保障大家活多久 领多久 而且年金一定要跟着物价指数调整 跟物价指数调整 没有国家半年金破产的 全世界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大家各位听清楚 不是中华民国唯一的 中华民国是很落后的 我们才从民国九十八年一月一号 才开办老保年金 今年才多久啊 八年而已破个什么产 人家八十年也不破产 一百年也不破产 为什么我们国家八年就在喊破产 完全是骗子 所以没有爱 本来年金是建立在爱的上面 因为一定要照顾弱势者 因为所有的劳动者都面临老年风险 这是非常悲哀的 老年又穷又病 还没有子女有办法来帮忙 你叫老年人怎么样活下去啊 这是最大的悲哀 所以这个国家 为什么全世界非半年金不可 因为这是唯一可以照顾我们国人 让大家起码有尊严的活着 我觉得年金一定要 每一个人一定要选年金 而且我们绝对不要相信破产这件事 所以他所有的改革其实是抢钱 他是要让基金越来越大 他的基金才是他真正的金库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这里面有多大的利益在里面 这是非常恐怖的 有一个人跟我讲 你不要再讲基金这个部分 他说会死人的 那你就听懂了 这个里面是不能够去讲的 不能去查的 这里面有多大的恐怖 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执政党 竟然不是以人民的扶持为依贵 而是在看有没有这个 每天脑子想的就是 骗选票和A这怎么得了 这是什么国家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要懂 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笑别人 或者看别人的笑话 或者觉得谁比较好 各位所有劳动者跟一样 我们都是所谓弱势者 都是M型社会的穷人 这是世界的定义 各位要相信 所以让我们所有的劳动者 无论你是劳工 是军公教 让我们要团结一起 团结一起 我们团结起来 我们超过一千万人 我们要向这个国家说 请你照顾我们 还我们应有的公道 让我们老年有尊严的国际 大家一定要看见 要团结 我们才有力量 我们希望政府 真的不要再继续这样子 去让国家产生仇恨和恶斗 我们希望台湾恢复我们本来的文化 就是一个充满了温馨 人跟人之间是彼此是互相照顾的 互相帮助的 互相体谅的 我们手牵手 一起走一个美好的未来 谢谢 超过太多了 谢谢